今天我们来到了德国的波兹坦 参观一下波兹坦的皇宫和园林 现在在我们正前方的呢 就是吴幽宫 这个吴幽宫呢 它是十八世纪建的 是仿照法国的法尔赛宫 然后呢吴幽这个名字也是从法语直接翻译过来的 现在我们是在吴幽宫的后面 它的后面是一片园林 叫趣味园 园林中间有一个大的池子 然后边上这些本来都是雕塑 然后现在呢因为是冬天都被封起来了 这些雕塑呢有各种的神比如说战神马尔斯啊 然后比如说众神之神朱比特呀还有其他的神 然后之后呢在这个吴幽宫的后边呢有台阶可以上去 可以到宫的宫殿的正面和里面 好我们现在就出发了 现在呢我们已经从132个台阶爬上来了 往回看就是刚才的去北园 包括中间的水池还有边上的树什么的 然后回头呢后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 吴幽宫 吴幽宫只有一层 然后总共里面是11个房间 然后在这个宫殿的边上呢有好多的雕塑 然后宫殿的最中央是一个圆形拱形的设计 然后两边是对称的 然后现在我们看的是南马 然后要参观直到从北门进 所以呢我们现在往北门走 现在呢我们就到了吴幽宫的北门 然后一会呢就要进去看一下 现在呢这里是一个走廊 走廊的一边呢挂的都是画和雕塑 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弗里德里西二世以前生活过的地方 现在看到的呢是音乐厅 然后在音乐厅前面还摆放了当时国王用过的笛子 现在这个就是吴幽宫的大理石厅 现在这个就是吴幽宫的大理石厅 以前国王在这里会在举办宴会 这也是在整个吴幽宫的最中间 在吴幽宫园林的一角呢需要特别介绍的只有一个叫中国茶室的建筑 它也是中国风的比较像蒙古包之类的 当时在十七八世纪呢遥远的东方 中国对于欧洲同志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向往的地方 所以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瓷器啊丝绸之类的东西 所以有好多大型宫殿呢都有一个中国屋或者是中国馆 都会特别去收藏一些来自中国的东西的 到后来欧洲这些国家也会自己去产一些瓷器啊丝绸啊这些东西 来满足国内的需求 从吴幽宫出来呢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赛麒麟霍夫公 这座宫殿呢出名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波兹坦公告就是在这里签的 当时二战结束以后呢美国的杜鲁门然后英国的丘吉尔和苏联的斯大林三位领袖在这里签了波兹坦公告 也就是中英美出日本投降的一个条约 坚调 particular我可以在这里有点一点 注意 动作为 有点 有点 这个宫殿其实是德国的末代皇帝 为他的儿子和媳妇所建的 他也是以他的守卫女主人来命名的 在二战结束以后呢 因为柏林是几乎被毁了 所以才选择了这个地方 来签波子塔公告 现在这个房间呢 就是当时的女主人在西林的房间 城堡也是以他命名的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特别像一个船舱 是因为当时这个女主人呢 对船也特别感兴趣 可以看到下面的这座船也是以女主人命名的 撒林德火库宫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屋子就是现在这个 当时的波子塔回忆就是在这个屋子开幕的 其实在波子塔和柏林这附近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宫殿 就比如说面前的这座大理石工 但是呢我们也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